春病不离愈 甘愈从轻到众 四个阶段四个舌相 你发展到了哪一步 中医认为春和甘气相应 春天甘气正常抒发时 五脏六腑才能正常工作 另外有一句话叫亦有福育 助病生烟 可见如果甘愈了 我们春天 甚至是夏天都容易生病 而现在大部分人基本都存在甘愈的情况 不过甘愈从轻到重 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舌相都不同 大家可以参考对照 看自己在哪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甘气愈致 这个阶段我们会出现简单的胸闷腐胀 喜欢叹气 以及胸斜两侧胀痛和轻微的消化不良 容易打嗝等情况 另外心里经常感觉不舒畅 好像有股气堵着 舌头伸出来后两边骨胀明显 这时候调理简单疏肝解育就好 可以参考柴虎疏肝玩 第二个阶段 甘愈化火 当甘愈进一步发展 就容易出现鱼儿化火的情况 这时我们会出现明显的情绪急躁 易怒 一点就炸 并且时长耳鸣 伴随着头晕 胀痛 眼睛干涩 红血丝明显 以及口干 口苦 胸邪 灼痛等情况 舌相上看两边明显股胀发红 舌苔发黄 这时调理就需要参考清肝火的中程药 比如泄青丸 如果还伴随着一些湿热的症状 舌苔也明显以黄膩为主 就属于肝胆湿热 可以参考龙胆蟹肝玩 第三个阶段 肝脾失调 肝气愈致 严重到已经开始影响到脾胃的功能了 这时不光有脾气不稳定 胸斜 胀满 窜痛 喜欢叹气等情况 还伴随着明显的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 稍微吃点东西就胀肚子的情况 并且肚子经常咕噜噜叫 肚子疼想拉窜息 窜完肚子就不疼了 这种舌头就是两边骨胀明显外 舌中脾胃区还伴随着凹陷或者裂纹 调理就可以参考过疏肝健脾玩 第四个阶段 气质血淤 血随气形 肝气能带动血液流动 所以肝淤进一步发展 影响到血液运行时 体内会出现淤血 这时除了有情绪 急躁 易怒 爱发火 胸闷 喜欢叹气等情况外 身上还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刺痛 肿块甚至瘀青 嘴唇颜色偏暗 舌头上除了两边骨胀外 整体颜色可能发暗 或者是舌面上有瘀斑 舌下青筋粗子明显 这时调理就在礼器化鱼为主 可以参考学府猪油丸搭配柴壶树干丸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身体不适 请及时线下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我们下期再见